如何在Windows 11中调整滑鼠设定 在注画面中,搜尋并开启滑鼠设定 按一下主要滑鼠按键下拉式功能表 然后选取左或右以设定主要滑鼠键 按一下并拖放滑鼠指标速度、滑肝可调整滑鼠指标的移动速度 按一下滚动滑鼠滚轮、耳卷动、下拉式功能表 然后选取一次滚动多寒或一次滚动一个萤幕 按一下并拖放一次滚动的寒数滑肝可调整使用滑鼠滚轮时滚动的寒数 当我将滑鼠游标移到非使用视窗上方时滚动该视窗选项 可以透过按一下切换按钮离开关 在相关设定部分下,按一下其他滑鼠设定 在滑鼠内容示窗中的按钮分页下,选取切换主要和次要按钮的核取方法 按一下并拖放连按两下滑鼠的速度滑肝可调整滑鼠的连按两下速度 按两下滑肝右边的资料夹可测试目前设定 如资料夹没有开启或关闭,请尝试使用更慢的速度 在点选锁定部分,选取启用点选锁定的核取方法以启用点选锁定 这样,你无需一直按住滑鼠键,便可反白或拖放 在用后,按一下设定,可调整锁定前需要按住滑鼠按键的时间 在滑鼠内容示窗中,按一下顶部的指标分页 按一下配置下拉式功能表,为滑鼠指标选取一种Windows配置 在自定方面,可以按一下浏览并选取一种外观 以改变各种类型指标的外观 按一下使用预设值,可将指标恢复为预设样式 选取启用指标阴影核取方法以启用阴影 滑鼠指标背后便会出现阴影 在滑鼠内容示窗中,按一下顶部的指标设定分页 按一下并拖放选取指标移动速度滑干 可在慢和快之间调整滑鼠指标移动速度 选取在对话方法中,自动将滑鼠指标移动到预设按钮核取方法 以启用指标选项 在能见度部分,选取显示指标轨迹核取方法 以启用跟随滑鼠移动的轨迹 启用后,可以按一下并拖放滑干 在短和长之间调整轨迹长度 选取打字时隐藏指标核取方法 可让滑鼠指标在你打字时消失 选取当我按Ctrl制时,显示指标位置核取方法 再按下Ctrl制时,滑鼠指标位置周围就会显示闪射圆圈 在滑鼠内容视窗中,按一下顶部的滚轮分页 在垂直卷动部分,可以调整滚动滑鼠滚轮一格时 一次卷动的行数或选取一次卷动一个萤幕选项 在水平卷动部分,可以调整轻斜滚轮时一次卷动的字元素 在滑鼠设定视窗中,按一下滑鼠指标动态 在滑鼠指标样式部分,可以选择滑鼠指标样式 第四个选项是自定 选取此选项后,你可以选择一种色彩 按一下并拖放大小滑肝,可调整滑鼠指标的大小 如需查看更多实用影片,请前往HPSupport YouTube频道观看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